六座谈经 副作评译时 思说极意 告约 如等好作 无灭度后 莫作世情 悲戚与泪 树能雕问 身着孝福 非无地子 亦非正法 但失子本心 见子本性 无动无尽 无生无灭 无取无来 无是无非 无助无往 恐如等心迷 不会无异 经再助如 令如见性 无灭度后 依此修行 如无在日 若为古教 众无在世 亦无有异 呼说寄曰 突突不修善 顿顿不造恶 寄几段见闻 荡荡心无着 诗说几亦 端坐之三更 互为门门于行矣 阎兰谦华 语世 遗香满物 白红熟地 灵目变白 勤寿哀明 语文 惠能大师 念完祭遇以后 对大家说 你们好好珍重吧 我缘极后 不要像世俗人那样 悲哀哭泣泪如雨下 如果接受他人的调研 身上披麻带笑 就不是我的弟子 也不符合真正的佛法 只要认识自己的本心 发现自己本具的佛性 那就达到了 既无动又无尽 既无生也无灭 既无取也无来 既无事也无非 既无助也无往 我怕你们心念迷雾 不懂我的意思 谢再次嘱咐你们 让你们认识自己本具的佛性 我缘极后 你们招次修行 就像我在的时候一样 如果你们违背了我的顿教法门 这时我还在世 对你们也没有什么益处 惠能大师又说了 一首寂语 突突不修缮 顿顿不造恶 寂寂断尽闻 荡荡心无着 惠能大师说寂语后 端坐到扮演山根 忽然对弟子们说 我走了 然后赫兰儿世 当时屋内忽然满身香气 天有白红连到大地 照的树林里一片洁白 秦秀发出哀鸣为大师送行 十一月 广少兴山君官僚 既能人生俗 增盈增生 莫绝蜀资 奈闻香道曰 香烟子处 思塑归音 是香烟子官 曹西 十一月十三日 千神坦 并专船一波而回 此言七月二十五日出坛 弟子方便亦相离上之 门人一念 取守之计 遂先亦铁叶七步 故手丝尽落塔 或与塔内白光出现 直上冲天 三日丝散 勺中浙文 奉沙一杯 积师道行 诗春秋七十有六 年二十四传一 三十九著法 说法立生三十七灾 德子思法者三人 悟道超凡者 莫知其数 达摩属传心一 宗仲师摩纳 宝波 即方便术师真相 并道具凳 竹塔逝者诗子 永正宝陵道场 流传唐经 已显宗子 新龙三宝 普立群生者 译文 十一月 广州 邵州 邵州 新州 三州官员 辽宿 以及门徒 和 僧俗 两阶的许多人 真正要把 惠能大师 增生 您为本地 增值不下 正在无法 做出决定时 于是烧香 祈祷说 香烟 飘动 指向的地方 就是大师 愿意归去的所在 当时 香烟 直接 指向 朝西山 十一月 十三日 弟子们 把装入 大师遗体的 神坎和大师 留下的 衣钵等物 都签为了 朝西山 宝陵室 供养 第二年 七月二十五日 把大师 从神坎中 请出 弟子方便 用香泥 涂抹起遗体 门徒们 想起 大师 曾有 将 被偷掉 头颅的 预言 就先用 铁做的 叶片 和 油漆了的布 把大师的 头颅 包固好 再送入 佛塔 遗体放入 摩塔时 塔内 后来 射出白光 从塔内 直接 冲到天上 过了三天 才消失 少主 吃死 将 惠能大师的 四集 向朝廷上 表咒文 直接 咒字为 惠能大师 立碑 记录 大师 道行 惠能大师 在世 七十六年 二十四岁时 接受 鸿门大师 一波 佛法 三十九岁时 正式 若法出家 讲说佛法 普度众生 前后 三十七年 得到 惠能大师 征传 并继承下来的 弟子 一共 四十三人 受大师影响 而领悟 佛道 解脱 生死的人 不知其数 达摩 所传作为 信物的 袈裟 唐中中 手持 摩纳 袈裟 与 水晶 薄鱼 以及 方便 塑造的 大师 真相 还有 大师 用部的 法物等 都在 塔内 由 管理塔的 逝者 负责 保管 用 正宝 灵士 广为 传播的 法宝 唐经显示 顿教的 宗旨 在都市 为了 新荣 佛 法 生 三宝 是众生 永远 获得 利益的 伟大 贡献